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浪姐三的第一次公演 宁静和纳英作为各自同盟的领军人物 自然是暂地出场 宁静和阿娇,赵英子演绎了一首情书 然后静待纳英,徐如云,徐梦桃三人组登场 可以说,先表演有先表演的好处 这样可以把压力甩给对方 果然,表演结束后,宁静的心态非常放松 就像完成任务一样 而主持人适时地给宁静出了一个难题 让她向纳英说几句话 宁静马上就it到重点 这不就是让我给对手放几句狠话吗 这可是解拿手的 不过,宁静所谓的狠话 并没有像之前那样霸气 反倒有些示弱 不过示弱之余 却在暗中狠狠出到了纳英最敏感的地方 宁静说,我和赵英子都不是专业歌手 而纳英和许如云都是专业歌手 他们的压力显然更大 而我即使输了,也不丢人 宁静先是自认非专业的身份 姿态放得很低 把自己摆在了弱势的地位 但是她勉力藏针 在最合适的地方狠狠地将了纳英一军 纳英肯定知道宁静这句话的内涵 在看宁静演出的时候 纳英就非常紧张 害怕自己输掉 其实她在乎的 正是宁静所说的专业人设以及业内地位 宁静这句话,等于完全把压力甩给了对方 即使她是后出场的一方 压力同样会比对方小 当然,最终的结果是 两人的直接PK中 宁静输了 但他们的团队却赢得了胜利 所以宁静对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满意的 而纳英则不得不面对同盟中两人被淘汰的悲情场景 不过说实话 宁静说给纳英的这些狠话 在给对方施压的同时 也在客观上揭示了浪姐的舞台最大的局限性 我们可以看看两队的阵容 宁静这边 她和赵英子都是演员 唱歌肯定没法和专业歌手相比 纳英那边 她和许如云都是业内顶级唱将 实力非常强 可以说 从歌唱角度来说 两队的实力差距很大 但浪姐的舞台 比的却不是专业性 或者说 不全是专业性 试想 如果节目完全从音乐的专业角度出发 那么30个姐姐当中 起码有一半人 将完全失去竞争力 所以 这个节目的舞台 看的不只是姐姐们的唱功 舞台表现力 还有歌曲的编排 舞台效果的想象力 以及最重要的 姐姐们的人员 所以宁静才敢于放出那样的狠话 论唱歌 他们绝不是纳英和许如云的对手 但论其他元素 他们就有得意拼了 说不定他们组的人员好呢 说不定他们的舞台设计更丰富呢 谁知道现场的观众 最终被哪个元素戳中了 其实 浪姐这个节目 看的是热闹 看的是互动 舞台的专业性被大大稀释了 比如徐梦桃 她的奥运冠军身份 就已经提前俘获很多观众的心了 而且她的性格也很讨喜 所以她在舞台上还没表演 其实就已经能战胜很多人了 如果表演效果还不错 那就更是意外之喜了 浪姐毕竟不是中国好声音 没必要苛求姐姐们的专业性 但这也正是这个节目的舞台的局限性 毕竟 大家对舞台表演 还是有最基本的要求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